各位好,我是安保田 继续聊秦府里的故事 话说唐建元先生寻访到一百位唐古秦的人 把他们的资料都编进了秦府 其中找到的这位孙玉琴先生说来很透巧 唐先生住的地方跟孙先生家很近 只有一百来米 其实每天都会路过好几次 但是就是不知道这儿还住着一位古秦的高手 打听到了孙先生的住址 唐先生唐太太就立刻带着秦去拜访 带着秦是饶宗仪老师借给唐先生的一张明朝的秦 饶老师有五张老秦 其中这张就借给唐先生用了好几点 跟孙玉琴先生一见面 唐先生说明来意 孙玉琴就吃了一惊 因为他只知道台湾南部有几位老先生还谈秦 他以为根本没有新人在学秦 结果来了两个年轻人不光学秦 还在编这么大的一部古秦的书 然后唐先生把秦从秦囊里面拿出来 孙先生又吃一惊 他本来以为这年轻人嘛 大概背的就是张练习秦 结果一看呢满是段文 是明朝的古物 上手一弹呢声音还很好 孙先生就弹了 碎于唱碗归去来词 流水 好几个曲子 对流水这个曲 孙先生下了功夫 很有心情 弹得特别好 唐先生早就想学流水 当下就请教 孙先生说啊 你看流水的七十二滚符 要有变法 这块要轻滚重 这儿呢要重滚轻符 这个地方快滚慢 这儿呢是慢滚快 同时 左手的引导桌柱如何配合 孙先生不厌其烦 说出来很多细节 唐先生听了呢 是毛色顿开 老师的作用就是这样的 他展示出来各种可能性 告诉学生 不光可以改变轻重 还可以调整缓急 你可以在好几方面 都做文章 老师把他成熟的手法 教给学生 而且这个学生能看到 原来这个情绪 老师组织的这么精细 可以思考的这么深入 那个时候 弹琴的人简直就像是鲁宾逊 在荒岛见到的另外一个人类 很亲切 而且他们又很聊得来 当天唐先生夫妇 告辞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两点 之后就经常来拜访 因为住得近嘛 有的时候一天会见面两三次 这位孙玉琴先生 那时候五十多岁 他本来是河北人 酷爱书画 早年就学过古琴 他在国民党军队里面 做了几十年的文职军官 在军旅生涯中 他还带着书画 带着书法的背帖 还带着古琴 1949年到了台湾 可惜这古琴没能带去 他就自己动手做 孙先生酌琴呢 他用的工具很少 就是一把直刀 一把弯刀 很简单的几种工具 还有几张杀纸 就这些 那么电动工具 什么电锯 电豹子都没有 他就用简单的工具 做出整张古琴 唐先生对做琴很有兴趣 我能不能跟您学酌琴呢 孙先生说好啊 后来的两三年 就慢慢的把 选什么木材 怎么用工具 琴这个顾鸣枪 怎么挖 升漆鹿角霜 怎么调配 等等等等 清囊相授 全都交给了唐先生 孙先生是个忠厚长者 平时聊的最多的就是古琴 其次是书画 传课 京剧 花鸟鱼虫 而名利之类的东西 从来不 唐先生唐太太 对孙先生的艺术和人品 都很配 很想拜他为师 孙先生觉得交朋友已经很好 这个拜师走个行事有点多余 而且他为人很随和 每天喝二两老酒喝喝茶 大家一起聊聊天是很放松的 如果一下子从老朋友变成了老师 反而会觉得变 于是 唐先生夫妇 尊称孙先生为 孙公 后来孙公就问 你跟吴宗翰老师学琴 他在哪里 唐先生说 他就住在某某街 走路十分钟 你们结识一下好不好 孙先生说 好啊好啊 唐先生就跟吴老师说了 吴老师也很想见这位亲友 于是有一天 唐先生就带孙公去见吴老师 因为孙公呢 他的年纪比吴老师小了十来岁 所以要去登门拜 两个人都是文人 吴老师穿西装 孙公呢比较老派 穿着长袍 两个人是一见如故 立刻就成了好朋友 唐先生能促成两位老师相识 他也很开心 这以后就同时跟两位老师学弹琴 学说琴 吴宗翰老师年纪比较大 琴界阅历广 三十年代 在金玉琴社跟吴景略 扎夫西这些人家都比较熟 经常跟孙公说起当年的故事 而且呢 吴老师有一套大陆琴家的录音 五十年代的录音 只出了不多的副制品 并没有公开发行 吴老师托大陆的朋友 去找古琴唱片 这个朋友还真有办法 居然弄到了这么一套唱片 六张 辗转 带到了台湾给吴老师 很珍贵啊 那个时代哪有那么多唱片呢 而且这个唱片它会磨损 所以吴老师舍不得经常听 就翻录成磁带 给唐先生给孙公听 其中有的曲子 孙公没有听过 一听 哦 这个就是广陵伞 这个曲子是真了不起 连听三个钟头 那么当时录音机可是很贵的东西 孙公没钱买 怎么办呢 他就想到了他的佛学老师 说起来 这人大家都知道 就是南淮景 南淮景先生是佛学家 佛学大师嘛 孙公跟他学佛已经十来年了 就去问他 南老师 你这儿有好多录音机 我借一步回去听听可以吗 南淮景先生说 可以可以 孙公就把录音机拿回来 他想学里面的曲子 那么录音有了 琴谱呢 唐先生有琴 他不是有大陆出版的古琴曲集吗 这几十个曲都从武仙谱 翻译成了前谱 而且标出了若干个后部门书漏 琴谱给了孙公 他在一年之内根据唱片 弹出了好几个曲子 整天练习 唐先生十次去拜访 到有八次看到孙公正在弹琴 孙公和唐先生经常见面 一起弹琴 聊天 讨论拙琴 过得非常愉快 那么孙公 他以前都是自己闷头研究 劫持了吴松翰老师之后呢 又认识了好多他的年轻的学生 大家常来常往 孙公的生活顿时就变得丰富多彩 人也显得年轻了 那么唐先生夫妇编写琴辞 天天饿肚子 吃米饭没有菜这个状况 孙公都看在眼里 刚才说了他也没钱 他是个退伍的上校 退休的津贴也不高 自己天天清茶淡饭 有所谓长贫难顾 就是说请没钱的人 吃一两顿饭没问题 但是他一直没钱 那也没法长期照顾他 孙公想来想去 他就买了一个圆柱形的大玻璃罐 时径有一尺 高呢有一尺多 又买了十斤的萝卜和青菜 请别人帮忙 做成了泡菜 然后抱着这一大罐子泡菜 来送给唐先生 说你只吃米饭怎么咽得下呢 你就着这个泡菜吃下饭 哎呀 孙公的一番心意 唐先生非常感动 等孙公走了 唐太太回来了 唐先生就说你看 这是孙公送来的泡菜 他把这个大罐子一打开 完了 他们租的这个小小的房间里 顿时充满了酸辣味 唐太太呢 她从来不能吃酸的和辣的 一闻着满屋子的味儿 顿时是头昏脑胀 还大哭了一场 唐先生没办法 只能偷偷的 去把泡菜都倒掉 回来继续一起吃白米饭 唐先生的勤辅编程之后 纸张和印刷费花了很多钱 不赚钱还负债了一万六千台币 什么概念呢 唐先生说 相当于一个公交售票员 大半年的工资 我觉得要放现在 大概得有四万块钱吧 这个钱呢 对有钱人不算什么 对唐先生来说是一大笔钱 怎么偿还呢 唐先生就做了三张琴 把这个琴卖掉 基本就能偿还债务 做琴的时候 孙公借来了全套的工具 时不时的在旁边指点 而且到了这个琴 基本做完的时候 唐先生就要回香港了 这琴最后10%的工序 是尊公亲自帮他完成的 那么后来尊公接替吴东汉老师 做古词教授 台湾现在弹琴的人 酌琴的人 很多都是尊公的弟子 或者是赛传 他是台湾的古琴大中师 尊公还研究哲学和佛学 后来在台湾的佛人大学教哲学 1990年 尊公在台湾去世 像75岁 唐先生说 尊公对他的夫妇极为爱哭 照顾如同子女 感激之情是流露无遗 好 这回讲了一点 孙与琴先生的故事 一缸泡菜的情谊 下回讲一讲 荣天琦写一百封情书的故事 谢谢各位 欢迎您转发 也欢迎您来深圳的情府交流做客 您可以加我的微信 13570870157 再次感谢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